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 河馬開了盈利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和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河馬在一小時前 應該已經被YouTube開了盈利 稍後再說 但最大件事是這件 大家之前走進去罵他的朋友 現在要想一想 停一停 看看能否進去再留言罵他 因為會被他賺到錢 之前有流量也沒用 最多是有流量有view數 現在就有錢收了 你自己想吧 我這裡也不會教別人什麼 還有在九點多鐘 四點多 四點多左右 河馬有市民向我報料 報稱在兆康出現 我們看看當時的情況 不知道是新還是舊 不過應該是新的 因為河馬也沒有直播 今天全日早上都沒有直播 好 這裡先看到你這裡 我們關心河馬的YouTube 你只要按進去的影片 這裡看不到 沒有廣告彈出來 但是有得 Superfans 這個是我 看到 Water8338 可以送禮物 給河馬 現在已經 所以沒有什麼意義 垃圾都可以開盈利 你問他 當然不會送給他 兩元英鎊比黑衣好 給黑衣更加…不好意思 給黑衣更加壞的人 他現在可以送禮物 即是送貨金給他 大家要注意一下 千萬不要進去 你可以看我 或者看其他網台的轉播 已經可以送禮物給河馬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這樣看不到 你按這裡 有Superfans 這裡有 兩元英鎊 我當然不會 你留一點 你們自己去注意一下 當然一毫子都不要給他 這些人 不是… 我收回剛才的說話 你們自己去決定 這件事 我不會 我只是說了我自己 但你們做些什麼 就是你們的自由 這方面 搞它不行 完全理解不了 這件事 沒有什麼特別 免得長篇大論 你看到這裡送禮物 我兩元英鎊 之後可以送禮物給河太 這是河太的賬號 還有河太的影片 沒有什麼意義 大家 大家 終於有兩元兩元 坐車 這兩元英鎊 只有20元 當然不會送禮物給他 阿爺 我也想說一說 微辣服出那件事 但無奈 我的時間也不夠用 人也只有一個 沒辦法 這方面 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可以走 美麗姐 我們首先看看 美麗姐發表了什麼 偉論 昨晚直播完之後 早晨 她說 早晨 這不是六個小時前 有個再久一點 先說 我和牛杰姐姐已經聯絡了 別人說 弟弟沒有聯絡你 那 我們假設你認識牛杰姐姐也好 別人的弟弟事務大小 都會向姐姐稟報 是否這個意思 還有 為何我一定要認識牛杰 才會知道這些事情 我認識牛杰的朋友 每個人都可以知道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7成這樣 完全是錯了 她說 要不需要叫她封煙給我 今晚就拍片給你看 不要按7分 是你不要按7分 我說牛杰找你 我沒有說 我直接跟牛杰有聯繫 你是不是理解能力差一點 你是不是7分成這樣 究竟是誰7分 她還說 還有記得開名 華豬也有找你 不說其他 還有哪幾個江湖晚人找我 我立即打去問一下 你認識很多人嗎 你認識 你不就等牛杰在大陸回來 就找你 看看最後找不找你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還有我不需要認識江湖人士 但是我認識他們的朋友 就可以收到封 我從來都沒有說我認識牛杰 你聽到哪句說話 我認識牛杰 你是不是真的瘋了 觀眾 有沒有誰說我認識牛杰 我認識牛杰 但是我認識牛杰身邊的朋友 你就看看牛杰在大陸回來 會不會找你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 繼續看 之後 就說早晨 如今早 如果霸氣歌聽到錄音 覺得受到威脅 可以聯絡泰國油麻地 就是邵子豐 為什麼你不可以叫他去其他網台 還有為什麼你要幫邵子豐宣傳呢 他喜歡搞分化 埋了邵子豐風堆 我不知道邵子豐有沒有受理他 之前已經有邵子豐訪問他 我不評論事件 但是我再重新一次 不是因為邵子豐這件事 我是沒有朋友的 我之前聽到未發生這件事 之前我都說我沒有朋友 叫大家 因為我這段時間被人認親認識 不是特別對著邵子豐 才說這番話 大家不要對他入座 但我之前就說日間頻道 這不是我朋友 我說了我沒有朋友 我女朋友我都沒有 何況是這個朋友 他就說我會提供阿Dee的電話號碼 給你去就近的警署報警 那阿肥豐你其實懂不懂 那報警呢 你都要知道阿Dee的真名才行 你只給他一個電話 你總之透過這個報案 就說要叫他聯絡邵子豐 剛好得這麼巧 邵子豐聲稱 我看過報告 就說喝茶就撞到霸氣哥 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那些不評論 別人的東西 另外 衛免住在英國 而且下面3cm 3cm有多少 3cm大約只有這麼多 兩節 一節就不止 一節1點幾cm 去到第二節 3cm大約只有這麼多 有沒有可能是3cm才行 你一時又說7cm 一時又說3cm 究竟是多少 就算3cm也好 你也是沒得用的 對不對 你在這裡黏暖 我黏暖了一年多 肥豐 什麼事 他就說丁某 就去我頻道偷片 那你的片在Facebook也有 你看到我旁邊那裡 你看回我昨天 都是在Facebook那裡 為什麼要偷你的片 真的是 真的是 完全是瘋了 本人明天開始 所拍的錄音 就會將先傳給 泰國油麻地 做獨家 那你的片有什麼好播 河馬直播的時候 聽到你的死人聲 人人人人都不想聽 為什麼要在這裡搞分化 我認識趙子豐 沒有特別的好朋友 沒有朋友 我不是因為這件事才這樣說 免得被人去利用 製造這個話題 但我早幾天已經說 我是沒有朋友 因為那個什麼男三女 因為什麼劉定堅 又說認識我 又等等 繼而我說這番說話 不是太過被人利用 整天都這麼多什麼朋友 我真的沒有朋友 他就說 然後自己再傳底 突此通知 Dee哥赤柱監獄歡迎你 他們現在兩邊 阿Dee和美麗姐 即是肥我 就抹了臉 因為阿Dee哥 好像是支持劉定堅 所以就變成這樣 現在 美麗姐很喜歡引發網台的戰爭 之前已經說過 蕭生 阿Dee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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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的網台 都被他利用來攻擊我 現在就利用完 劉定堅 劉定堅 都抵鬧 即使美麗姐 你不去說這些話 他有做錯事 我都要說 而是報假警 我都要說一下 但你現在又打算 埋趙子峰堆 不知他所為何事 不知阿邵子峰 阿峰哥 要注意一下 就不要被別人利用 別人都未作出回應 我沒有理由去回應這件事 善意提醒了一句 別人要做些什麼 都是別人的自由 沒有什麼評語 但麻煩大家 不要在我直播的時候 幫其他台宣傳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 這件事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就是這麼簡單 繼續去吧 肥仔很擅長搞事搞非 24分鐘前 趕著出門口 阿Dee 記不記得 你和我聊天的時候 說一路會幫何馬 一路跟哪個台交代和回報 我就沒有所謂 我這個台就沒有開盈利 大河馬都可以開到盈利 你怎麼這麼失敗 你開不了盈利 還是沒有開盈利 我做不做都沒有所謂 但你做不做都沒有所謂 你又一年不停消費我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開不開盈利都沒有所謂 錢都不要 是要搞壞我 是你一個人自私 那你怎麼去自私 你現在很自私 你和何馬情童姊妹 但是你不開盈利 可能是你開不了 何馬這麼廢都可以開到盈利 為何你自己又開不了盈利 你就扮偉大 不要這麼欲酸 大佬 肥鵝姐 總之他就說阿Dee很自私 在搞著其他網台 你現在就是搞著邵子豐的網台 之前又搞劉定堅 不要算他該不該搞 為何你說阿Dee搞著其他網台 他做的事和你做的事是一模一樣的 阿Dee現在都沒有出了一次聲 好像都沒有再出聲 當他這一兩天又出聲 你現在不停在消費其他網台 他就說如果我找到錄音 我就會被風歌放上網 你之前不知道他們的私人恩怨 到時你自己和那個網台交代 你何時有和那個網台交代 我都沒有直接接觸這些人 他所說的那個網台 就不知他代表哪個網台 不要緊的 讓他們的二五字鬼打鬼 亦是沒有問題 沒有甚麼特別 為何你經常要放 邵子豐的風歌上台 理解不到 沒有甚麼 還有你那些錄音都是廢 你聽二五的角懷鬼推 每個人都在說謊 他講真話還是講假話 我們都踢爆了這個肥鵝 很惡毒 還惡毒過河馬 一百萬倍 還有他播的語音可以是兩個事先 之前未翻臉的時候 事先合起來也可以 這些事情又有甚麼好呢 反而我們看看你之前 火美麗 即是阿菲兒 現在他們混戰 還有無良和邵子豐 引發這些戰爭 他自己說的 何太用自己的手機開了新頻道 你去搜索咖啡酒堂 就是咖啡酒堂 看完下面 看看咖啡酒堂是甚麼 跟何太說 今晚輕描淡寫 說劉先生之前聯絡過他 談了幾句 他們有劇本 教河馬說些甚麼 這兩天 劇本寫得沒那麼好 或沒那麼多時間 二五仔 阿Dee已經離開了 我相信阿Dee離開了 其他阿門和美麗姐 還未離開 仍然在幫這隻河馬 河馬也在維護美麗姐 說 所有事情都是阿Dee搞出來 他不是說阿Dee 他叫甚麼名字 阿Dee的ID名字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因為那些小小小小小 總之就說阿Dee搞出來 不關美麗姐的事 正常的跳船 不會這樣 第一天說 有六個二五仔 又不說名字 又不說他們說甚麼 擺明是在維護那些二五仔 唯一反面的就是阿Dee 阿Dee被人當 用完即器 劉定堅 在9月7日的時候 劉定堅今晚9點半就會開直播 你叫何太8點半就好開了 免得搶了別人的流量 處處為著劉定堅著想 那甚麼事 這是9月7日的時候 不是故意做他 發了一些留言出來 為甚麼你要處處為劉定堅著想 所以現在網上有很多人懷疑劉定堅 就是阿Dee 即操控阿Dee 繼而去搞一些事 即間接聯絡 何馬的 我不知道這是真是假 沒有實質的證據 但你見到左下方 劉定堅今晚9點半可以直播 你叫何太8點半可以直播 免得搶人流量 如果用你的說法 何馬就是專門搶我流量 如果用你的說法 何馬就是專門搶我流量 我做直播 他就會在中間放進來 我又要影響直播的時候 有時剪片又要難一點 不知道為甚麼 是否你特意叫何馬這樣做 你轉個頭 待會有甚麼事 不是說我和何馬合作 都可以 特意走 我講講 影片可能開了十分八分鐘 有時開了一個多小時 何馬就會出現 為了劉定堅 他就特意叫何馬早一個小時 開直播 至於有甚麼原因 阿Dee也是三番四次 維護著劉定堅 幫劉定堅洗白 講盡一些好說話 不停在踩我和日間頻道 這些大家都看到 就是這樣 這個 沒甚麼特別 看看大家 這個就是何馬的 YouTube帳號 咖啡酒堂 暫時未有影片 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 沒有東西 開了這個 他們說的 肥鵝說的 肥鵝為何會知道 何馬開了新帳號 也知道沒有甚麼特別 這個是何馬 再說一次 但他的頻道還在那裏 你先搞定這個 還有他出片 大家都知道 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所以就去看看 沒有甚麼特別 然後 TG群組 有180個成員 D.Chan D.Chan D.D.D.J. 即是阿肥鵝 肥鵝 以前聲稱的姊妹 不知道TG是否叫D.Chan 就說 肥鵝 第一 拜託你 不要再說謊 幾十歲人 就算你幾多歲 你這個人也是這樣 你這個人 全世界都是屈你 好像有何馬鎮 好地地 甚麼 林林 我不知道誰叫林林 認識了 她的表妹 她的表妹 她的表妹不是她的親表妹 是誒誒表妹 總之鬧翻了 之前和肥鵝 我住在錦上路 那條圍村 一起租住 她之後就展示了一個對話 說 無良乞丐 之前我明明告訴你 我不是住在錦上路 即是河馬做直播 霸氣歌出現那裡 她就說不是住在那裡 你和你的表妹 之前是IAR表妹 是住在那裡 一起租 還是不知道是誰給錢 這個林林 我不知道是否她的IAR表妹 我不認識她的IAR表妹 好像有人向她報料 IAR表妹 媽媽在街市工作 不知道是否 這個不要緊 別人也不關事 免得越遠 就說認識了十多年的朋友 為何會這樣冤枉你 我冤枉你甚麼 即是爹地姐冤枉你甚麼 你有誠信嗎 你為了找藉口 說沒時間搞小公主 小公主就是歐陽偉 歐陽偉那件事件 即是給三萬元美金 叫黃青霞送外賣那位 即是姬哥的老婆送外賣 他說 你說林林林爸爸走了 又要幫他搞生後事 你是甚麼人 冤枉別人的父親死了 別人的父親還在 你有沒有良心 我在語音中 承認你也是第一次見了林林的爸爸 你之前為何可以為了一個藉口 而冤枉別人的父親過世 要幫人搞生後事 不是他父親 他就算有需要起上來 他說他自己的父親過世也沒問題 這個人比何馬一百萬倍 我想第一次見面 又是送聖誕節送禮物給你和林林 肥仔說 不方便 不方是好事 以小人之心讀君子之福 就算一毫子的禮物也是禮物 說話減養 肯定 就是倉底貨 賣不出 才送給我們 人家起碼有個心送給你 一毫子也是心意 物輕情意重 他說 我那天才認識你 第一次見你 我的頸巾很便宜嗎 其實你知不知道 等等 你不認識 不認識這個牌子 你不認識 不如去Google搜尋一下 這個牌子和羊毛有甚麼分別 我送禮物給你們 你就上我公司網頁 查一下價 然後就說 送一條210元的項巾給你 210元也不算貴 不算便宜 210元 你三不識七 你又不見你送210元的禮物給人 但是你有沒有看清楚 看清楚 價錢原價是多少 210元的 根絲 項巾 即是七折 原價是699元 我送給你們 那兩條 就是 90% 邊緣刺繡 原價是6800元 減至1360元 疫情過後 我決定不做門市 所以才做開倉大減價 其實 項巾一條 十幾二十萬 一條都有 幾萬元一條也有 幾千元一條也有 千多元也有 你不是打算我送幾皮東西的項巾給你 其實真的很後悔 送了一條項巾給你 不過就不要緊 我的項巾 這麼便宜 你也是掉了 應該 那就好了 就算別人送禮物給你 你不適合心水 就放在這裡 不用丟到垃圾桶 這個 D Chen 應該是Didi姐 陳惠敏的女兒 應該的 先戴上頭盔 我怎知道他的ID是否叫這個 我真的 怕到時 你戴上身 本來 根本不貼也好 馬上就變貼了 好像河馬 穿起龍袍 也不像太子 你經常說貼 我想問一下你 什麼新鮮蘿蔔皮 跟河馬一樣 哎呀 我要是天王巨星 我像周慧敏 又像誰 誰 什麼明星 都說他自己像 其他東西都是貼的 但他自己又穿假東西 河馬 周老師未發達前 都是穿假東西 還說貼得過你 這個肥鵝 沙律手袋 你也要貪 這麼小的東西也要貪 其實說到尾 送禮物 就是一份心意 但是 你就是用錢 去衡量 所有東西 好像你的朋友 新年看到 好啊 你給你一封 利是 拿過意頭 你露尾 你這肥人 立刻刷現場 是不是 刷印清 刷印清 學阿詹瑞文 我要做model 今天 屎聯翻 立刻刷印清 沒問題 讓人家給你一封利是 立刻 哇 只有20元 這麼少 我肥胖不收你 這封20元的利是 你真是這麼便宜 你說 你家 樓下的 康奸都不止 樓下的康奸都會給你 利是 所以 就算你不是為了收利是 也好 有沒有人要你 有沒有人 應投你 可能你很想派利是 但沒有人要你 沒有人肯取你 不停在 拿人家 利是 你真是很賤格 你很等錢花嗎 就算100元也好 有甚麼分別 歷史這些東西 不是即場刷人情 印清 印清 就算 送一條Hermes給你 你也有那種神奇的力量 將可以真的東西 帶到 好像假東西 是你 才能做得到 是你 才有這種氣質 河馬也有這種氣質 就算他帶真東西也好 跟河馬一樣 經常做一些選人不利己的事 搞網台也是 搞他的朋友也是 在TG Facebook 等等的各大平台 肥子也是十分出名的 還要說我 你之前已經是被人 落屎缸去阿全北帝 還要轉頭說我屈你 不要玩 那段影片差不多兩年前都有 一定超過一年 你那時候還沒認識我 轉頭拿屎缸片說人家屈你 這個人是一舉己得的 自己拍屎缸片之後 轉頭就說人家屈他 又說人家有他閃卡 諸如此類 即是果照 說我 我從來都沒有 你自己到處傳給別人 又說我到處傳給別人 去做故事 夠膽說 又不夠膽認 他一直都是 他說 那天打8號風球 沒有上去找一下河馬 但你自己的錄音 你自己自爆了 你又找一下河馬 又叫河馬去退訪 諸如此類 又說要去外面餐廳吃東西 又要找些有包商 免得 被別人見到認得你 你經常都是這樣 你曾經的好朋友 都這樣說你 你來過家嗎 即是來過D Chang的家 應該就是陳惠敏的女兒 就說我見過你一次 你又知道我沒有L什麼 你不是美國 的東西 即是說你哥哥沒有L用 又知道 Personally 偏僚只躲在家 玩遊戲機 和吃化學 fundamental 他們一直說我吃化學 現在的朋友說你吃化學 還有你看到 他在直播 拍片 也好 有一些 都一定要 알아 ext 以前的朋友 sign 都說 你是吸吸化學 我們聽到你經常在說ऄ 不太好 還要吐我吃化學東西 你有沒有出樣子 我經常出樣子 雖然我經常說一下河馬 不太夠份 可能有點瘦 臉青 不是很臉青 我不是像劉定堅那些 沒有血色 整個公公那些 沒什麼問題 之後就說 你見到我 是惹惹嗎 你有沒有禮貌 你那些又是什麼家教 請問 那天我不舒服 出不來 說要改期 你又說我沒有禮貌 又說我運吉 那就再約過 沒什麼問題 肥額你 阿門 買了一本書給你 送禮物給你 你又是運人吉 你自己也是這樣對阿門 你反過來人家真的不舒服 你那天不是不舒服 又拿了阿門的禮物 什麼料 但是為什麼阿門還可以心甘情願去維護你 完全是理解不了 你有什麼本事 完全是 不要理人家了 冤豬頭 也有蒙皮菩薩 是不是 河馬也有他的可白 沒有問題 這方面 你只是 麻煩你 聽你自己說的什麼 他都不記得 還有他說過什麼 他都不會認 全世界的人都去冤枉他 你只是 懂得說 不要逼你 放了東西上網 讓我被人笑 他把東西反過來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都在笑你 肥餓 其實 你連自己都在說 河馬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是情童姊妹 說這些東西 很強行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都不喜歡 都未必是你的問題 但是 你衰格到 全世界都憎你 你看 你的朋友都是這樣說你 個個和你 不對那些 你又說人家冤枉你 就和河馬一樣 你們冤枉我 你們抹黑我 你們惡搞我 你們黑粉 知事分子 他和河馬 所以就這麼朋友 證據確鑿 你都可以說人家冤枉你 又說我和蘇琳 貼你街招 他轉過頭 沒有我份 現在 他說蘇琳和Di Chan 即是Di Di姐 貼你街招 後來又說阿水貼你街招 這真是 密盡其用 可以說是誰就誰 不夠你玩 阿娥姐 之後 個個都可以貼你街招嗎 泰國菜那裏 同台吃飯 四個人 有三個人 就說你沒有夾錢 吃東西不給錢 那麼賤格也有嗎 不是吧 只有你自己說自己又夾 那麼乞丐也有 如果他經常說我黑衣水 你是黑衣鵝 這樣 那麽就當你夾了 怎麽只夾了 直接是你請那頓飯 請人吃飯 吃飯不給錢 也有 不是那麼壞嗎 還要扮了給了錢 河馬都很討厭這些人 河馬說 哎呀 我的朋友和他出去吃飯 怎料他就在那裏扮給錢 人家那些 河馬的朋友都懂得扮 他給錢爭 到河馬聲稱 說他最後自己掃了 那你還衰啊 明明沒有給錢 就說自己給了 那麼賤格的嗎 真的是 由頭到尾 經常說我們搞你 他都說我搞了你一年 是你搞別人 又說小公主 說人是非 其實最是非的人 就是你自己 我退出你的群組 完全不關任何人事 是因為我開始 覺得你的所作所為 很有問題 所以 我才抽身來場 我不是和小公主聯盟 亦沒有聯盟 或者是盟友 只是想 他經常說人家 他就說我和金家人聯盟搞他 神經病 人家說他公道說話 又說人家搞他 然後去到哪裏 因為他不是很連著 人事 抽身離場 只是想說 和簡簡單單的人做朋友 有空談談 而不是在網上聊事鬥非 現在他又想放趙子豐上台 搞分化 他經常搞這些事情 多個網台 列入了肥額不受歡迎名單 我有權 選擇我和誰 做朋友 自己人的群組 大家都是相處得 很開心 很融洽的 肥額 你吹什麼 你有鬼朋友 你這塊 煎釀三寶 算爆縮骨 老蜜桃 真是八貨撞八客 天山一隊 還有 阿Dee 應該是阿Dee的英文名字 之前他在頻道留言 也是這個名字 好像沒有記錯 阿Dee從來 沒有說你癡離我道 我和他已經相識了幾年 我很開心 我有這個兄弟 你經常說 你要放一些證據上來 看看誰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眼看的 最肉酸的那個就是肥鵝里 然後 其實 樣子 美不美 其實真是沒問題的 但是 肥鵝里的人格 思想 行為真是很衰格 我這一身人 真是見人不少 但是 衰格到好像你那樣 真是第一個 譚寶怡就是第二個 不知道誰是譚寶怡 最後一句 我沒有和林林反面 我想我兩姐妹 都會令你失望 很多人喜歡他 這傢伙 完全是瘋了線 就是這樣 別人 Didi姐都這樣不妥理 你之前整天說 哎呀 我認識陳惠敏的女兒 什麼什麼叉叉 人家發了一篇千字文 來控訴你 現在 完全是搞不定 完全是錯了 先吹一會 朋友說房署一定會收屋 不關有沒有白卡事 看看是否真的收屋 肥鵝里在搞我 他這麼有空 不用上班 他沒有的事 他不用工作 這傢伙 你看到 天天在 引發一些網台的戰爭 在搞事搞非 趙子豐先生 你要小心去對待這件事 我沒有什麼評價 而且別人都還沒回應 誰知道他是不是 明天可能趙子豐不播 肥鵝的事 我回答不了 這些未發生的事 作為一個認識的人 我又說了我應該說的事 我又不想參與那些是非 肥鵝也是想我罵 邵子豐 我怎會中他計 但觀眾自己還是衡量 這件事 我說了一些事實 你們自己去想 Youtube盈利是否要報稅 但這方面未快需要報稅 這個女人當然麻煩 有些事實 什麼 被趙子豐 阻止了那些人 過了你 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評價 他明明是想撩膠喊 想我和你吵架 雖然 我沒有朋友 算不上朋友 但也是一個認識的 行家 他就是想利用你 我不明白 而且你的語音 都是那些 閻仔之間 鬼打鬼 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而且你自己有網台 你自己都是YouTuber 你又要叫 你自己的網台 不用又要用 邵子豐的網台 先 擺明你就是別有用心 你這傢伙 你自己的網台 在YouTube那裏 播片 那些人就看了 既然你那些東西 那麼珍貴 如獲至寶 你可以利用 河馬幫你播片 昨天也有 一條關於 劉定堅的 那些語音 你也在河馬那裏 放了上去 為何你不在河馬那裏播 是不是 為何要透過 邵子豐 擺明你就是搞事 擺明你就是賤格 肥子 我怎樣 我不出聲 我不出聲了幾個月 你都是這樣搞我 你都是這樣惡搞我 那為何我不跟你吵 我還要給你面子 那你就是大家覺得 牛杰 我不認識牛杰 我沒有跟他私下聊天 但是牛杰真的是在找你 別人在大陸 看看他在大陸回來 會不會找你 沒問題 你為何這麼介意 我認識不認識 為何要是牛杰親口跟我說 那些才是事實 不是 你說的那個牛杰的姐姐 你真的有找別人才行 你可以隨便找一個女人 說是牛杰姐姐 也可以 我沒有 無從考究 但是 別人聽牛杰 真的是 發了命令 回來找你 問題是 為何一定要親口跟我說 才行 才行 不要緊 聽聽聽語音 我們要休息一會 繼續 聽聽聽有什麼精彩的事 聽聽說 知道我住那間酒店 他們現在都不敢敢再騷擾我住那間 不敢敢再展示 他們一天就在那些人當中 看到拍攝我們的鏡照 在黑暗網台上 看到拍攝 也是知道的 那條仆街 他以前爆我清信樓 清田村清信樓 他爆我的地址 我都未找起順章 是人都知道你住清田村清信樓 我沒有說幾樓幾室 重點是 是人都知道的 我什麼時候有爆你的清信樓 幾樓幾室 沒有 從來都沒有爆過你住幾樓幾室 何馬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說我 有什麼問題 是人都知道 郭富城住在哪裏 但沒有人說他住幾樓 住哪個豪宅 你只是說哪個屋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的話 那些小狗隊或者娛樂新聞的記者 很有問題被人告 但你說這些是沒有用的 我什麼時候有爆過你的地址 何馬 我這樣也沒有說出他 門牌何馬 多少行 你憑什麼去 什麼 我也沒有說因為你說了我的地址 我去告你 現在是你在網上發佈一條 愛情動作片 即是聲稱是AI的愛情動作片 我是因為這件事 這是刑事 不是我要告你 隨時是警方要告你 不過 今天是星期六 因為我律師應該放假六天都不開 星期一應該有消息 我打電話問問我律師 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再跟大家說 我也想知道警方 有沒有什麼回覆 已經幾天了 她的打手又說 在私人公署 告我 搞我 這些瘋子 無證無據 她那些事自己對學入座 我問附近有什麼設施 那也算是 爆她隱私地址 我沒有說去私隱專員公廁告你 但有很多網民說要去私隱專員公廁告你 那不關我的事 你不可以將全世界 全香港的市民對你的不滿 所有人都是聽我的話事嗎 我這個黑粉頭目 我不會只有十幾萬訂閱 是不是 如果我真是 你所說可以呼風喚雨 報紙 信報 香港零一個個都聽我洗 登了有關 別人覺得有新聞價值 你這件事夠juicy 金瓶村小三 何馬 她才刊登 並不是聽了我講所以去做這件事 你們刊登何馬 在金瓶村勾人老公那件事 難道我又要付錢出來嗎 不是 何馬 你的邏輯在哪裡 難怪你和美麗姐 可以情同姊妹 你叫她告我就算了 有點混蛋 新有屎 合法的途徑告你 怎麽是新有屎 用些什麽你都經常說要告人 差在你是沒錢 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就告了我 但你看 不要亂篩錢 成不成立才行 歡迎你告我 隨時都歡迎 誰身有屎 解釋這麽多你做什麽 有什麽和律師說 或者有什麽上法庭說 不需要和我講 你每天在 我就說有錢賺 我講一下你 多過癮 他現在開了盈利 他也有錢賺 但你之前 過幾兩小時前 YouTube才開了你盈利 你之前也沒有盈利 你發瘋了 日日沒有錢 就要做夠一個小時 很明顯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麽任務要做 現在還要開盈利 看看他 快點出來直播吧 剛剛片頭的時候 說他回到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 但他今早都沒有直播 比較大機會回到香港 會不會去了警署 不知道 看看何馬 他直播出來交代一下 他自己今天 去了哪裏 聽著以下的 何馬 我是他金主 我都要被他罵 聽著了 我有分授的 這些不需要你和我操心 他可以叫律師團隊來 欺凌你 壓迫我們 我一人有我一張嘴 就可以 對付他了 律師團隊 合法的途徑 這樣也叫做欺凌你 壓迫你 我完全是不理解 何馬你 我還要浪費錢 找律師幫忙 跟你溝通不了 用法律的途徑去解決 這樣也叫欺凌你 壓迫你 何馬果然是厲害 一張嘴 是勝過十個律師 因為你瞞不講理 就可以對應 這些不需要你操心 我們的目標 只是要他封台 我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可以令到我封台嗎 我現在很害怕 遲些再有能力一點 就整體入監倉 就是這麼簡單 你入方倉也比我入監倉 看看誰先入監倉 何馬 你再 繼續來監餵我 他終有一天 等到我有能力的一天 他就要入監倉 那個黑衣 那麼容易你有能力的嗎 你說帶貨帶了四個月 你都還沒帶 浪費了 說這些廢話 何馬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明白你 我歡迎全世界 香港法律師贈了OK 全世界發了私訊給他 何馬十分之歡迎 這方面 我兩封而已 香港一封 大陸一封 他不知為何收到三封 因為他沒有收到 以為收不到 他樓下又扔多一封 應該 他說三封都是黑衣水 沒有開過 不知道是什麼 你都不懂字 算吧 現在你又說一種話 之前說律師 又說黑衣 什麼什麼 他要告你誹謗 也要親自出庭 他不敢回香港 什麼什麼 這些是不是你跟我說的 現在你為什麼說話又成這樣 喂 我也說了 我願意 和劉定堅先生 邀請成邀的劉定堅先生 和我一起回香港 我怎會不敢回香港 是劉定堅先生不敢回香港 又拍了影片又說 那麼多個網台 走去欺負他 在裝傻 裝傻 裝傻 我現在邀請你回香港 請你吃大餐 最多就去警署走一轉 我也想看看我是不是 被人通緝 要被人拘捕 又拘捕又鎖 還是你要被人拘捕又鎖 劉定堅先生 何馬 你直播的時候 不要再說我不敢回香港 但有沒有事值得我回香港 問題是 無緣無故回香港 香港又這麼好 我不想回香港 問題是 難道給你一句就要引誘我 你連劉定堅先生十分有面 連何馬邀請我回香港 接受我獨家的訪問 我都不理他 我現在還要掛錢出來 請你去酒店吃大餐 你都不理我 這麼不賞面 劉定堅先生 我今早也有說陳太 都不需要找 不需要跟我找律師 OK 根本都沒有 他們 對號入座 他就自己浮石水面 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法庭跟他對質 我要告他無告 要告他 喂 你是被告 你懂不懂 法文 你可以無緣無故告我回頭嗎 我真的不知道 又不用花錢 你告我都要給律師信 才可以告 你入稟法庭 事先都要做律師信 無緣無故說 你當街市買一棵菜嗎 或者去酒樓喝茶 那些銷售賣不新鮮 那些銷售賣很差 你不是說walk in 進去法庭 告我便告我 要跟足程序 你經常說 為何等這麼久 各樣東西 我律師做事也要時間 你不是像你那樣 甚麼程序都不懂 發慢 這傢伙 有時看法官怎麼判 你不要跟我找律師 麻煩你 OK 那個律師 陳大壯 他好像不只是大律師 還要是這個 法律人士有提醒到我 是資深大律師 不可能兩萬元請到他 你不可以直接找資深大律師 找事務律師幫你聯繫 正常 阿Dee哥 你也是法慢 兩萬元都花不到資深大律師 出來見你 你們這班人 如果黑幣告你 你需要回香港 不需要回香港 我律師代表我便可以 我不是被人告那個 我是告別人的 發慢 但你沒有代表律師 你沒有代表律師 他是不需要回香港 誹謗罪屬於刑事案 我不是告你誹謗罪 就算不是我 就算不是我也好 在網上無端公開一些 繼而去威脅 這絕對是刑事罪 誹謗好像意外印象之中 不是刑事罪 但我不是告你誹謗 你搞清楚 我和阿Dee哥 我當時有權不回香港 因為你本人沒有代表律師 明白嗎 就算你 阿何馬有代表律師 我都可以不用回香港 我不是被人告那個 你明白嗎 還要教阿何馬 甚麼都不認識 如果你是代表律師 黑衣一定要回香港 所以我們 私底下才幫你找代表律師 私底下才找代表律師 就算你找了代表律師 都不需要回香港 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找到了 咨詢了律師 找到了 你提到意見 何太何百川 我是他們背後最大金主 出錢請律師 最大金主都是付了兩萬六元 何馬我當你吧 再付兩萬元請 咨詢律師都是四萬六元 這樣都是最大的金主 何馬你真是岌岌可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最大的金主都是付了四萬六元 那些何太大官司 我都要被他罵 聽到嗎 我是二五 我都滾了 我出錢請律師 你罵救我 我都滾了 何太屬一個 是不受操控的人 知道嗎 你硬的 或者是天王的照料 聽到沒有 你不是天王的嘛 你是一個口齒不清的老人家 我們就聽到是這樣的 我們六個人幫他出書 懷 我們都要被他罵 等著再買 那你有沒有 實質付錢出來才行 你說加八十萬 那有沒有真金白銀 那八十萬出來 你先口講口陪 我說說我 我買了一輛太空船 都可以 上了太空 不過人家不接受我 好意 我原本打算買一輛太空船 給哪個總統上去太空 哎呀 那個人又不接受我 又罵我 我也是這樣說 你買什麼車 飛機大炮都可以 說這些話 你沒有實質的證據 口講口陪 明白嗎 別說針對誰 不針對誰 當初幫他幫不幫 何伯 因為何伯不止76歲 差不多80歲 還有 我何伯不是40多歲的 那何伯多少歲又關你什麼事 你說我年輕過 我阿Dee 我要唱 抱得美人龜 抱得何馬龜 這樣的意思 還是什麼 他說何馬又不止 40多歲 看看他有什麼證據 是53歲 知不知道 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講的 大哥 喂 有沒有錄音才行 你說他自己說 哎呀 我何馬其實是53歲 起碼都有一句這樣的東西 你沒有一句這樣的東西 你口講口陪 所有東西都是你自己把口講 就是了嗎 大哥 何太之前不會罵我 什麼都聽我說的 近期 紙馬就在美麗那裏 就開波罵我 因為你就支持劉定堅 問題 美麗就要 不知道他是利用劉定堅 還是想 引發網台戰爭 利用劉定堅 攻擊劉定堅 我沒有說他該不該去攻擊 他是壞人 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 不是全部的網台去攻擊你 劉先生 你自己去攻擊別人的時候 別人沒有出聲 是不是 你那時候撩我 和撩下日間頻道 我都沒有空理你 但是你越做越過份 你消費別人就可以 你罵別人就可以 國安滅霸氣那些就可以 那些是危言送聽的 何馬都沒有說他這些說話 他都說國安都不理他 趕走去灣仔 報警 何來你還要 說那些國安 說了十幾二十集 你罵別人就可以了 你消費別人就可以了 我教你怎麼可以 一年賺二百萬 做網紅 就是挑起誰有話題 一天開四條片就說那個人 即是說那個話題 我覺得你沒有話題性 其實都 但是你做了一些很過份的事情 我不是先說一下你 我忍了你很久了 我之前都經常流生前流生後 都十分尊敬你 但是你現在不是 你每天都在這樣消費我 現在又在裝慘不夠別人玩 不要那麼廢 你這些路人家 不如你 離開Youtube界 不要搞 漫畫界又搞到一鍋足 名字又臭了 現在YouTube又搞到自己的名字又臭了 沒有意思 看看他 可否 他只剩下一群忠粉 現在 那群忠粉都跟他差不多 應該也不知道 免得罪別人的忠粉 希望他那些忠實的支持者 認清現實 別人都是說事實而已 我沒有作些什麼 去屈你 他 他不屈人也很少笑 劉定堅 我說的那些全部是有勢 法例 法律網等等 全部有東西給你們看 他就口講口陪 還有 警察 跟他 交代這個案情的嗎 會交代說 有很多警方在跟蹤 河馬會和一個報案人說的嗎 基本上有正常的 腦懂得運轉的人 都知道 還要說那個錄音 可以隨便給劉定堅公開 發放在網上 警察會不會這樣說 才不可能會這樣說 有興趣看我昨天的直播 免得 太多蝙蝠就在劉定堅身上 調查他 他罵我都很好解釋 如果沒有代表律師 在刑事案上 黑衣人不需要回香港 知道嗎 被激怒死 吵架我 美麗正在操控 何太的頻道 所有 管理權限 知道嗎 美麗是用何太的頻道 鐵文攻擊每一個人 不用用自己頻道 美麗是不開名的 你看看美麗的鐵文 出得多密 他現在已經開了命了 他仍然在做這些事 何馬昨天直播 仍然在多番維護 賣了你 阿Dee 他已經賣了你 他就說 你就是壞人 美麗什麼都沒有做 這些事情留給警察叔叔說 沒有的 你在網上說什麼 不需要在網上交代那麼多 我都免得在網上交代那麼多 如果 有什麼新消息才說 我不會把法律程序再跟大家說太多了 但是 看看星期一 看看怎樣 簡體詞 何體意思 何體中文字文盲 講也不懂得講 懂得打那麼多字嗎 盲的字又沒來打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不對的 你不要說我整個可白 我不對 你不要說我整個軍師 什麼 整個軍師 他在說那些軍師還是在說我 我是文盲 我不識字 我隨時歡迎你 阿Dee 你想怎樣證明到我的 識字的能力高過你 隨時你有什麼空可以聯絡一下我 這方面 唯一一集 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先聽完吧 一一一二二男人不是個古屋 是軍師和可白 軍師和可白 我一就一二就二 出律師信 你又說阿門又說我陰濕 那你有什麼你不認的 誰是男人 你說我不是男人 你說我說話不算數 不是吧 我有做過什麼不算數 你溝不上女人 發神經 你完全是理解不了 我跟你有什麼大仇口 阿Dee哥 你還要說我說話不算數 有說過哪件事不算數 請教一下你 因為可白有一份 人壽保險 正在供的 取出人壽保險 明白嗎 有沒有什麼證據 你起碼有河馬的錄音 或者可白說的話 你才可以拿來說 是我的 我說話我自己 買了這個 不知在哪裏買了這間別墅 三萬呎 不是三千呎 是三萬呎 沒有 沒得給你看 圖也沒有 我說是就是 就可以拿回50萬港幣 那裏買了 那裏買了 可白這陣子和 何太生活費 還有 可白正在申請中轉屋 等著社署那邊批 中轉屋又是社署批 不知道是不是 但何馬就已經是 可白的合法丈夫 房署 一直叫何馬加一個名字 加在夏佯白的名字 最後通牌 不加夏佯白的名字 就會收回他的房子 那又可以申請中轉房子 政府的資源 是不是真的可以被人攬佑呢 他的水份好像挺重 Dee哥 阿可伯就可以回香港睡 當然是拿了 不拿了 怎麼會新胡大大拿的東西 我有錢 我都不會每天住酒店 酒店便宜的 沉甸酒店 當你三百多元一日 一個月一百萬元人仔 親身吃饅頭 好像在這兒 結局吃饅頭 就死掉了 住酒店吃饅頭 他怎麼經常吃自助餐 你又說你支持何太給錢打官司 為什麼你不知道他經常吃自助餐 我們一個普通的觀眾 跟得貼一點都知道何馬又去吃自助餐 一個星期都有吃三四日自助餐 怎麼會吃饅頭 何馬 不可能 何馬肯定私吞了那麼少 到時候假裝沒錢 你在看 日子看 何馬真是沒錢 何馬真是沒錢 何馬什麼樣 你認為美麗會給錢是何太嗎 你憂傻想 美麗是喜歡利用人 去攻擊想攻擊的人 現在正在攻擊你了 你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你們反了面 因為你支持劉定堅 有機會是 美麗姐好像不太妥 劉定堅 或者利用劉定堅 你問回他們私底下才知道 現在正在攻擊你 這是事實 上次跌一毫子給你 很難 美麗上次去和她所謂的男朋友 電腦男朋友上深圳問何太 都是何太給錢租房給他們兩個住 買東西給他們兩個吃 何馬沒有公開說 今天等夜一點 何馬直播回大陸直播時 問問她 她是不是招呼美麗租房給美麗姐 又要聘請她吃東西 何馬這麼寬闊 好像先都不先 美麗一毫子沒出過 何太那10萬給了30萬 何太說 何太拿了50萬給了30萬 何太自己把20萬 何太說 何太用了30萬才給她 有沒有實質的證據 所有東西都是口講口賠 何太的 肯定是私吞的 明明一個月用了15000元 用了8萬 她又不可能用到你剛才也算了 只是租酒店也一萬元 哪有可能用到15000元那麼少 保守估計3萬元左右 一個月 之前拿了什麼 龍鳳啞七萬多 兩個月花了 怎麼花呢 她一個月花30萬元也不是很難 不知道她有懷疑 還有她是不是真的有賣到龍鳳啞 你現在問我覺得她沒有賣過龍鳳啞 因為已經是河馬的東西 河馬怎會賣自己的東西 你去供養一半供養了阿坎白 怎麼也不合理 以河馬的性格 算爆縮骨露蜜土 是不可能的 賣了一雙龍鳳啞 你真是聽她說 要麼你就刪得蠢 要麼你就不夠了解河馬 肯定是私吞的 何太的真名叫 葉定秀 她說的 她說的 什麼定秀 你聽了河馬說的 河馬說要把名字調轉來說 為什麼她會這麼瘋狂 連名字都說錯 你對河馬的了解十分之低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葉定秀 上次美麗和男朋友上深圳 跟什麼酒店找河馬 河馬租房給他兩夫妻 和晚上賣了東西給他吃 早上 美麗自己退房 跟男朋友吃完東西回香港 然後回到香港找我 我何太門回來住 明不明 叫我美麗貼線給河馬 很難 總之 總之 今天開始 河馬所有直播的內容 與我們無關 之前 我們是用語音操舊河馬 操舊到河馬說了幾個超值 現在看河馬直播 咳咳咳 整天推 對著電腦旁邊的那一部 不知道是什麼 看稿 沒什麼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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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話很有主題嗎 不要玩 如果事前有準備說話 都不會說到這樣 咳咳咳咳 你覺得因為你 直播又很有趣 不是說話都沒有稿 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知道 河馬的情緒 我來找給他的 不是 美麗沒有貼在河馬上 明白嗎 現在 貼了 美麗那裡 美麗又寄了幾個資料 就一件事 全世界知道河馬說話 都會咳咳咳咳的 這裏還要打這麼多字 肯定幕後 不是幕後 是代筆 喂 他說話脫脫咳咳 也不代表文筆不好 你應該說他是文盲 不識字 所以他那些文章 就不行 他說話不聰明 就不代表他不識字 非常不幸 河馬 除了說話脫脫咳咳之外 他也是一個文盲 你應該是這麼說的 難道你說話又好嗎 真的是 這樣 給大家看看 有什麼懷疑 你可以去河馬的頻道 看看 可以課金給河馬 現在已經可以送貼紙給他 大兔子 房署 恩恕她說 什麼中轉 我就不相信 河馬出來直播一下 交代一下 譚寶儀是握 16萬 那個叫譚寶儀嗎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好像是阿肥俄的朋友 好像是 網上傳 有些知情人士 說那個是阿肥俄派來騙我16萬 那些東西 我沒有空理你了 不要緊 讓我先搞定了 那些數 那些數 反正都是 當跌了給黑衣 不是怎樣 追到就追 我都要找人專人處理 我不會為了 荒廢我的時間 阿Dee的聲音 似是某 不是 無端端 不要說你某家人 某家人 跟阿肥俄不合 聽聞好像被人封了台 不要這樣說 應該不是 握男人騙才 不是只有他一個 握男人騙才 好多人都騙男人騙才 看看有些什麼 什麼料報給我 等等 開了兩個YouTube新頻道 河馬 咖啡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 何太生活語錄 叫做另外一個 有片 這個 免得 免得傳圖 看到吧 開了一個 這個也是一樣 名字 是不是叫乳錄 一樣叫乳錄 不得兩個訂閱 這個河馬 不斷開這些做什麼事 沒意思